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勇 这次我们来着我们新的钢子战兽的四节 来尝试一下我们的Black Bus跟我们的班尾炉 那么战兽的四节呢还是延续了战兽的风格 用的现在多加了一些T200探布 那么用的SIC的导航 我们这次的导航会比较出大一些 因为针对于外国的巨物而设计 那么有三款钢子一款是604XH 一个684XH 还有一个704XH 那么604XH呢是我针对于来这边做掉水面系 在处理里面用这种小木船的时候 专门设计在这种比较多障碍区的地方 很适合抛头 它的腰又很强 然后抛头的时候非常非常舒服 那么694呢就可以设计一些 684可以抛头一些大一点的水面 之前我用的是长手霸 现在改短了一种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更加的舒服 我在用这个钢子也在俄罗斯钓了很大的直路柜 最强的一根是704XXH 也是我们针对于凯玛娜这种巨型的黑炉 用了一些肥薄啊 可以抛头到很远的距离 而且加上它的强度 可以把鱼从障碍里面拉传 战兽是大家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钢子 可以去尝试一下 为居物而生的战兽世界的 加上它 没有东西 小红大红 大红大红 中鱼 大红大红 进行 有道德 要做出10个 reinvent 要做出15个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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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